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的含义也比较深广 即集中心念于某一对象 以对质贪欲等妄念 或未进入正观而修之一种方便观 大概相当于将观察、观念、思维、冥想、剖析、定位等等行为和作用融会于一体的意思 下面就简单介绍一下实存五观 第一观 技工多少 量比来处 好好计算一下 这一餐饭菜需要多少功夫 多少功劳 多少功德的积累才能得到 好好测量一下 这一餐所需的水、电、煤、米、菜、油、佐料等等 都是从哪里来的 是怎么来的 这些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也不是变魔术变出来的 而是多少人的汗水和心血换来的 饱含着太多太多人的心情付出 利弥为奸 来处不易 当我们端在手里 吃在嘴里的时候 可曾把这其中的账好好计算过 第二观 存己德性 全缺硬供 硬供是佛门用语 放在诸佛菩萨、高僧大德身上 就是应当接受众生的供养 放在正在努力修行的普通凡夫身上 就是应答众生的供养 以广结善缘 自他互免 吃饭就是应供的一种方式 要好好提醒与反省 想想自己的德性受得起如此供养吗 自己究竟是全德呢 还是缺德呢 然后根据自己在德性方面的权 缺情况 来决定自己应该怎样吃这餐饭 第三观 防心离过 贪等为宗 既要防心离 又要防心过 防心离 是防止心念离开正道 防心过 是防止心念丹迷在过失上面 这些离和过都是在不知不觉当中产生出来的 所以需要随时提高警惕进行防止 而离和过一旦产生 流露出来的最明显现象 就是以贪为首的几个宗 宗义为宗主 首领 就是贪 称 吃 慢 移 谨防心念 远离过失 对所受的食物 美味的不起贪念 中味的不起吃心 下等的不起称心 第四观 正是良药 为疗行枯 将所受的食物 当作疗养身心饥渴的良药 目的是为了治疗这个形体 使其暂时不致枯萎 正是 极非邪式 那么什么是佛法的正式和佛门弟子的正式呢 这个需要好好想一想 良药可能还会苦口 说明这顿饭既不是为了追求色 香 味 行得世俗感官享受 也不是为了吃得油光水滑 皮毛发亮 摇头摆尾 甚至是满汉全席 只要能达到辽行枯的目的 足以 第五观 为成道业 应受此食 是为了成就道业 就应该接受此食 不食容易饥饿 体衰多病 难成道业 不是为了成就道业 就不应该接受此食 若是贪多 也容易产生各种疾病 必须饮食适量 才能滋身修道 所以佛门有两副常被挂在 摘堂门口的对联 写得很好 第一副 五观若存筋一化 三心未了水难消 第二副 有尼勒肚皮千斤一化 无为魔手段 滴水难消 能够老老实实心存五观 则精一化 如果贪 撑 吃这三心 一点都没有了 则水难消 因为实存五观 所以佛门的摘堂 又常被称为五观堂 关于吃饭 影光大师 有一套自己独特的见解 他推崇面食 对豆子 豆油也特别提倡 他提出 保养的办法并不是像世人尤其现代人这样山珍海味 人参陆融的大不特不 而是应以合理的素食配合寡欲的生活方式 这对现代人来说无疑是重要的启示 关于影光大师的饮食习惯 从他赴上海参加护国稀灾活动前 给屈文六居士的信中可亏一般 光来时当代一茶头 反饮食诸事 规避料理 早午晚三餐 在房间独食 早粥或馒头或饼 只用一个 五一碗菜 四个馒头 碗一大碗面 茶房会说 光暑十年吃饭不剩菜 故只要一碗菜 吃完以馒头将碗汁油汁开净 且不可为菜吃完为来少 此外所有落落所所的点心 通不用 七元满 亦不吃斋 集会中半斋 光亦不同吃 无精神相陪顾 应光大师不提倡过午不时 因为在家人俗物繁忙 容易因非食食而造成胃肠毛病 至于修行人过午要不要吃饭 应根据个人情况而定 不可一概而论 先后天衰弱 当以善于保养为事 若欲靠食物滋养 食素人宜多吃麦 食麦之力大于米粒不止数倍 光吃了面食 则精神健壮 气力充足 音声高大 米则只可饱腹 无此效力 卖比餐力上高数倍 有钱人服餐 乃是钱无处用 故作此消耗耳 非真能补人 如果身体先 后天衰弱 保养则尤为重要 应光大师以自己的亲身体验 告诫众人 在食物方面 应该以食小麦面粉为主 和吃面相比 吃米饭则仅仅可以冲击 但是不能对气力 精神有太多的滋养 麦子对身体的作用 甚至高于人参许多倍 所以有钱人吃人参 本意是在花钱而已 不是人参真能补人 又大磨麻油 亦补人 小磨麻油 以炒焦枯了 力道退半 人淡之香 实则是焦味耳 莲子 桂圆 红枣 芡石 一米 皆可滋补 其必须血肉 方能滋补乎 总之皆不如麦之力大 如不能吃 则兼待助吃 酒则自知 亦自好吃矣 芝麻油 北方叫麻油 也可以补人 这种油属于半干性油 根据制作工艺有大磨 小磨之分 现在人喜欢吃的是小磨麻油 因为更香 但是印光大师指出 这种香味其实是胡味 营养价值比较低 另外 莲子 桂圆 红枣 芡石 一米也可以补人 何必要血肉浓羹呢 不过 以上这些东西 都没有麦子好 如果不习惯专吃小麦 可以肩带着吃 时间长了就会有效果 保养之法 第一是寡欲 若不知好歹 任意嫖大 则死期将至 先但亦不灵异 即不嫖大 自己是人 亦须相语说起保身之油 暂断房事一二年 否则或半年亦相亲 或一季亦相亲 躺日日行房事 则精髓枯竭 不死何能 保养身体 饮食是一方面 最重要的是寡欲 如果任意邪淫 行淫 急就是吃仙丹 也救治不了 对于合法配偶 也需要告知 对方行淫的害处 如果天天行淫 则对身体是很不好的 最后 再来分享一下 佛陀开示的 众生吃饭方法 众生无不造业 那么众生造业的 注音在哪 佛陀开始说 凡事必有因缘 那么造业的因 它既能帮助造恶业 也能帮助造善业 但是现在所讲的 这个注音 并不是帮助众生做善的 而是帮助做不善的因 佛开始说 阿南啊 像这个世界的十二类众生 他自己不能生长自己 要怎么样呢 要依靠四时注 什么叫四时呢 就是指断食 触食 思食 食食 断食 就是分断食 一分一分的 一段一段的 六欲天和阿修罗 人 畜生等友情众生 都是分断食 分 就是你有你一分 我有我一分 断 就是一段一段 或一顿一顿 好像 早上吃 中午吃 晚上吃 而中间留一段时间不吃 故为断 又比如欲介乙香 胃 处三尘为体 以口 笔分分寿之 也称断食 其次 断食又分粗 细两种 如普通食物中的饭 面 鱼 肉等 或者如酥 油 香气 集猪 饮料等 处食 在天上有这种的众生 它只处一处就可以饱了 还有鬼神等也是 处食又叫作细滑食 乐食 就是以处之心所为体 对所处的食物 生其喜乐之爱 而长养身体 这些都是有漏之根 静 食和何所生 例如看戏一眼 终日不食也不敢饥饿 思食 这是指在天上 天人是到时候就以禅月为食 思想一下已经就饱了 又叫作意志食 意念食 夜食 天人的饮食是第六意识思的所欲之境 生起吃的念头后 就能滋长相续诸根 这又叫以寺院而活命 如人妄媒止渴 纯粹是以精神为食粮 时时 比如飞响飞飞响楚天 这四空处的众生 都以食为食 他们根本联想也不用想 在他们的第八食内 就有吃东西的机能 四空天以第八阿赖耶食为体 支持着那些有情生命而不坏 比如无色界及地狱之众生 以食为食 所以以上佛说法最初原由是佛要破外道 依食而住 意思就是一切众生都要吃东西 这时 有个外道就痴痴地笑着说 这还叫一个法 这还用你说吗 谁不知道一切众生依食而住呢 连小孩也都懂得吗 佛于是就说 那么你说 这个食有多少种啊 外道讲不出来了 所以佛就说有四种食 有断食 处食 思食 食食 这外道根本就没听见过 他当然就不懂了 以上公案是佛要破外道 才说这个一切众生依食而住的开始 佛经上告诉我们 给众生施食有五种功德 命 色 利 安 殿 命 寿命延长 色 就是脸色会变得光洁 红润 利 就是有力量 安 就是心中很安详 自在 无有恐惧 焦虑 辩 就是辩才无碍 所以 佛陀给我们开示了 集资净障的方便法门 就是施食 那也是最容易行持的福德资粮 功德不可思议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